2014富邦LPGA台湾锦标赛 下个月底就要在美丽华球场开打了 而今年的赛事赞助企业多达了50个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至于参赛的台湾选手也有20位创下了新高 其中包括曾雅妮在内都已经是蓄势代巴 要努力的把冠军留在台湾 世界顶尖高球女将下个月底要起聚台湾 参加富邦LPGA台湾锦标赛 目前事件排名前四的四大天后都将来台参赛 台湾小女子曾雅妮也回到台湾 想要在家乡再度捧起LPGA的冠军金杯 因为运动因为高尔夫球 所以把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今年我们有15到20个台湾的选手参赛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 那我觉得我们有 所以我们等于有20个机会 都可以把这个冠军留在台湾 今年的LPGA台湾赛 有20位台湾女将参赛是史上最多 近期状况极佳的新生代好手刘依珍 去年没有发挥实力 今年目标直指冠军 今年打完旧金山那场比赛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其实自己跟他们并没有差很多 那场比赛打完之后 相对增加很多信心 我也觉得说 既然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那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就是会希望说 把目标放在夺冠这样 在美群高球好手环伺之下 台湾女将期许杀出重围 在百花齐放的LPGA台湾赛 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三 二 一 请启动 联合报系魏厨玉 曾思如张艺琪 台北报道